Hello 大家好 我是Beggy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我后面身后的这一个PALM的系统 我们今天想要帮它组装的就是用这个MAXFLOW 这个MAXFLOW呢它是LAGUNA的牌子的 你可以看得到它有多大颗呢 差不多一个男性的人的脚有这么大颗 现在目前我是还没有WALK的 因为水还目前还没有装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一台东西 这一台东西叫做LAGUNA LAGUNA Fresh 因为不好意思 太长了 它是14000L HL的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有制好的系统 就是它有EASY WALK SYSTEM 就是可以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WALK SYSTEM 然后你可以不用打开你的LAGUNA PALM 你就已经可以洗你的PALM的Filter了 然后它在你洗的过程中 你只要转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出水去给你就是 嗯 浇花 让你去排泄系统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个地方里面呢 那水池里面有很多鱼的粪便啊 嗯 细菌啊 我们可以拿来浇花 让你的草会更漂亮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还有包含的呢 就是这一台东西 是它的UV light 它包含的UV light 在它的系统里面 所以你不用怕担心有绿水的问题 而且你的PALM也会保持着亮亮干干净净的 OK 然后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得到我从那个Mex floor的地方 我吸水 上来 到这里 上来我们是台Filter的 然后在这里呢 你有In floor跟Out floor 所以我Out floor呢 我会出到去那一边去了的 所以等你出到那边去的时候呢 差不多看到的时候就是在这一边啊 就是在这框的地方 我就把它装在这里出头了 我就把它装在这里出头了 因为这里出口的话 这里水出这一边 在那边BASIC的话 就好像有个CYCLE在里面 所以水从这里流进去 那边吸回上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如果讲风水的话 就是水从外面进来里面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塞这个TONE呢 它差不多是TONE TONE呢 是28FIT 成里出外快 所以你看得到它很长的 OK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 其实还是我的Laguna Palm 你可以再看多一次 再跟大家Double解释一下 关于我们的Laguna Palm 有多么的好用 走 你可以看得到这一台 就是那个Laguna Palm OK 相信很多人的家里呢 都会有出现它们BASIC的 不能感染 因为它们不够强汗 所以说 你要装一个很好的PAM 你才有让你的水流强大 然后你还可以 让你的PAM的水质干净 因为你才可以养更多的鱼 因为我们外面要养成多鲤鱼的嘛 我们鲤鱼不可以很肮脏 绿水的问题 所以这个PAM呢 它本身呢 还有包含了UVLINE 最重要 为什么PAM要包含UVLINE 这个时间呢 你不需要担心说 你的PAM 你的PAM旁边还要加多几根UVLINE 你不知道放在哪里 给人家看到也不好看 所以说 这一台它已经是完完全全包含在里面 而且它还有EASY WORK SYSTEM 就是说 你不用浪费时间去打开 拿你的东西出来洗洗洗洗 很不舒服 很不方便 所以它这个SYSTEM很好 不需要这样子弄弄弄弄 你的水的PAM就会干净了的 这些东西这样弄的 多久弄一次 心情好的时候弄 因为你的水池没有肮脏 你完全不需要弄 你心情好的时候 你弄一弄 搅一搅滑 让你的花草树木更漂亮 也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 OK 我们已经用最简单的方式 帮它做一个PAM出来 然后不需要有太多的工具出来 或者是装太多的PAM 只是一样简单的方式 就足够支持这一台PAM了 所以 谢谢各位收看 哦还有 如果说你想要 呃 穿矿有什么资讯问题 可以询问我们的 只要call我啦 反正你有了 我的电话好了啦 谢谢各位哦 拜拜